看一下购物车的sample 购物车的sample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进到画面会有这个画面 我已经采购了七本 那什么叫采购七本 采购的方式 其实这个需求 这一题非常简单 我刚刚有讲说点进去会跳一个页面 其实跳一个页面太麻烦 干脆怎么样 把这地方点一下 按一下就一本 按一下一本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 不然的话你跳一个页面的话 你看你页面做不完 太多页面了 那这一题其实比较简单 理论上应该是 点下去之后会跳一个页面 然后让user去选 不过这一题的话我们不要那么复杂 点进去的话 就是一本 而且你要知道说 点下去这个是点了哪一本 那最后的话呢 上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清单出来 点下去之后 比如说我点了三本 那这地方就有三本 这地方就有四本 这这样的三本 就会总共采购了几本秀出来 所以这里的话呢 会有几个需要做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主页 那主页部分的话 这地方呢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主页里面的话 它的程式码 这边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主页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主页部分 我会先设计一个所谓的shopping 这个sevalet名称的话呢 就是shopping的一个主页 那shopping的主页的部分的话 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 总共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 在这个shopping的这个部分呢 我的名称 view就是shopping.view 这个shopping.view 就是各位一进来 看到的这个页面 那看到界面这个地方 我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四张图 所以四张图的部分的话 我会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的webcontent里面的 自己建立一个 这个什么呢 一个资料夹 然后把这个图呢 怎么样呢 把它塞进来 这边的话 有四张图就放进来 分别是 这个地方的话 这张图就是购物车的图 这张图 其他的话 就是这三本书的图 OK 大概是这样子 这样来的话 把这个网页做出来 这个网页做出来很简单 可是如果你要用 那个记事本来打的话 很辛苦 所以你可以在 别的软件上面做完 做完之后怎么样呢 再把它放过 放在最上面 把它堵成一个字串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地方的话 我用字串的方式 串接 后面加号 串接加号 串接加号 你可以自己再把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什么 反正把它单个字串 前后字串 然后会是一个table 它这边是一个 这边一个table 然后这个我想 你自己再去 去研究一下 这个结构 OK 然后 组出来之后的话 重点就是说 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在这边一样 设定UTL8 那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我这地方 会宣告一个类似 一个 这个范形的物件 一个清单 清单里面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 在 这个地方的话 我 首先底下 一样 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section 那这个section的话 我就要判断 如果 这个section里面 先取得什么呢 取得购物车里面的资料 购物车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NOR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这边的话 如果完全NOR 那表示说 现在没有 没有任何的购物 没有任何的购物的资料 所以我就在这边建立一个 NOR一个array list 一个正列的一个清单 一个范形物件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NOR一个 那这个主要是要做什么呢 要放 放那个购物的清单的 再来的话呢 set set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 我的一个购物车 carts 然后呢 再把这个范形物件放进去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地方除了说 我可以放一个p 一个value 这个value 这个value的值呢 除了可以放一个什么呢 你可以放一个 字串之外 你也可以放一个什么呢 一个范形物件 也就是一个清单 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else的话呢 那就是把这个地方 从 如果 已经有购买过的嘛 对不对 购买过的话呢 那就是从 从这个section里面 把它get回来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完全没购买的 这个是有购买的 这个是有购买的 那有购买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从 这个什么呢 用get attribute get回来 从section里面抓出来 到底他刚刚购买的几本书 然后呢 把它get回来之后 再强制转型成为一个 这个范形物件 再把它放在这个card里面 所以这地方购买车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 把它response出去 然后把 这个上面这一串 输出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 再披押那 一个什么 card size 这个 size的话呢 基本上应该是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 上面的这个 那这个 传过来是一个 是一个format format 对 format format 的部分的话 这个htm 应该指的是 上面这一串 上面这一串 然后把它输出 后面的话加上一个cut 点size 就是 有几本 那 这个应该是指的是 点size 有几本书的意思 总共 它的取得几本书 所以最后看到的话呢 这边就有几本书 对 相关的讯息秀出来 从这个地方做出来 所以这里的话大概了解一下 大概主要比较 会问题的上面部分 你们自己再把它 把画面做出来 然后 这个section 部分 主要就是判断 是不是有 就会把它输出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那我们要点击它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情 要去做 订购的动作 有没有 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下方 这边有超连结 连结到什么呢 by 点度的那个 by by点度的部分的话呢 这边要需要再建立 第二个severlator 就是我建立一个by 点Java的一个severlator 然后呢 它的view的话 就是by点度 那我当我点下去的时候 这边点下去 会多一本 而且 会记得说 是点了哪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的话呢 在我们画面上面 你们在建那个shopping的那个画面的时候 你还要记得做超连结 有没有 点了哪一个 是要 Java的书 哦 这边有没有看到 就是 by点度 超连结的部分呢 你要自己在设计的时候 要知道说 用by点度这个view 有没有 然后呢 后面执行 用get的方式 传参数 有没有 by的等于Java by点度 等于JQuery Serverlator JSP 所以从这个地方去决定 它要 这个传过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 传过来之后的话 因为我要 处理的是 那个 那个UIL的参数 是get 所以就用 get的部分就好了 然后呢 会传过来 一个book的一个 有没有 传一个book的参数过来 然后呢 如果这个地方不等于 而且它的长度不等于0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事呢 就把section里面的 有没有看到 这地方的话 也是一样 cut 这个购物车里面呢 去做什么呢 做 add的动作 也就是说 第一个先把它取出来 就是原来有的 原来有的 原来有的几本书 有没有 比如这地方原来有 有11本书嘛 对不对 先取出来 然后你按下一个的话 再add一个 变成多一本 对不对 那这个动作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一行 就是先取出来 原来的 对不对 长度有多少 然后呢 再利用那个 cut.add add book 这个book 这个book 这个 swingbook 而且呢 把这个地方的清单 也把它记下来 哪一本书 因为我们传过来的参数 有java 有jquery 有那个 有那个 jsp separate jsp 然后也把它加进来 加到哪来呢 加到我们的 这个范形 范形物件里面 把它存起来 然后 这个是 板子的话就回去 因为如果说完全没东西的话 那就把它盘回去 OK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 一个是这个 把清单做出来 有几个 对不对 这个地方就是范形物件 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把 资料 因为我刚刚不是 add 进去了 这个时候把它列出来 那列出来 我要怎么做 其实这一组 有时候甚至 是需要database 但是这里 没有用到database 我们用那个 范形物件的方向来做 然后这边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把清单 叫出来 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 我们这边有一个连结 这个 cut.view 那实际上就是这一个 那我会建立第三个 servelator servelatorview的话呢 就是cut.view 对不对 然后 里面的话 要做哪些事情呢 其实也是处理什么 处理那个get的部分 get的方法 那get的方法里面的话呢 如果 session里面 等于怒魔的话 那就弹回去 表示没有什么 完全没有购买记录 没有购买记录 当然不能进到 这个画面 对不对 那反之的话 做哪些事情呢 反之的话 就把这个 判行物件 这边的话 我们用 request.get 也是一样把 我们的那个 section里面的 资料 一个清单 通通把它调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 我用get.hp 里面有一个cop 这是我们刚刚存的地方 放在这个判行物件里面 然后呢 再利用什么呢 用一个map 用一个map 那这个map的话 基本上 也是有点像表格的形式 一个表格的形式 那里面的话呢 因为我们有放了什么呢 一个stream 一个inditure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建立一个这个map 名称叫做books 那new一个什么呢 这个 用new的方式 后面要加一个 这个hashmap 然后把这两个 资料放进去 这个稍微 比较复杂一点 它就又跟 把list的资料 可以把它放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也是for each 然后把book 这个资料怎么样呢 我们在购物车里面的资料 把它逐进来 逐进来之后的话 再分别把资料 预设number 等一 然后ifbooks 里面 这个content content key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在 在map里面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里面的key 读出来 因为它一定是一个key value的架构 然后分别把这些资料 读到number 这个地方 如果 这个里面的 number的值 那就 把这个地方get出来 加一本 最后的话呢 就把 这边是 这个是 回圈判断 如果这个里面的值 跟 强制转型 因为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string 一定会有一个indage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 number部分 跟 前面应该是 固的部分 应该是一个也是一样的 固的到哪里呢 固的到 前面一定是一个key key的名称 然后后面的话是一个 几本书 就是哪一本书 它有多少的数量 哪一本书多少数量 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 用pable的方式把它输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 我们清单列出来的话 哪一本书 然后呢 哪一本书有几本 哪一本书有几本 可以把它列出来 大概的 这个 这个做出问题 然后 大概是这样的 那里面的话 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 应该是在 那个List 跟Nap 上面的处理 不过各位也不用太 把这个 这部分 你可以把它用 比较简单的方式 List 其实有点 List这个办形物件 有点像一个清单 有清单 然后Nap 的话呢 有点像这个表格 两单式的表格 前面一栏的话呢 是一个字 一个字串 后面一栏是一个数字 那我们只是把这些呢 通通都把它加总起来 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本书 数量有多少 这个数量有多少 大概是这样 我想这部分的话 各位也可以 试试看 这一题应该是 比较 比较困难一点 那 第一个的话 我想各位 先 先试把那个 Shopping 主页的部分 先试着 稍微做一下 这一棒 那至于图的话 你们就是 找 四张 四张 大概的图就可以了 先来练习一下 还是说你们 因为这一题稍微 复杂一些 还是说 我把这一题的 Sample Source call 就分享给各位 好 那你们自己再 创一下 稍微把那个 流程